大家好 歡迎來到Hi17SDG逐國創 今天是2024年7月5日 好像上一次我們上集預告 我們今次是一位青年大使 一位青年大使就是Winnie Lo Winnie是中文大學Bio Medical Engineering做Research的 本身也是十分專業和十分有才華的 Karen 我們的嘉賓就像上集的Danny 就是周恩華先生也是賓越科技有限公司 教授好 張英章好 我們大家打個招呼吧 打招呼吧 各位好 多謝各位觀眾聽眾 知道上集我們預告了今集很精彩的 因為我們有青年大使 就是我們叫Green Citizen Youth Ambassador 一起加入來探索文化遺產 怎樣通過創新技術 數字技術去進行這個保育 事不宜遲 好嗎 我們就開始 Hello 你好 你好 我知道Reality Capture 其實就是用Digital Twin的技術 加上VR、AR的技術 就可以令到中學生、青年人、親身地走入到歷史的場景 我們怎樣 其實有沒有一些program 或者一些資訊 是讓學生、青年人真真正正地了解到整個歷史背景的文化呢 因為以我知道 Digital Twin其實只是一個image 一個3D model 是沒有一些實際上的knowledge的東西給到學生的 所以也想了解一下 OK Vinia 其實你是一個好問題 其實我拿回一些實際的例子 好嗎 和你分享一下 好嗎 去年其實8月份 我們同一間的香港機構 叫自博創聯中心 它是一間培育的人才中心 當時我和你合作了一個項目 就是培訓十多個學生去參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育的項目 那麼地點呢 其實就是要帶這班的學生 去到這個香港那個的描詩音樂圖 香港藝術的那個的博物館 在芳芳水道 那麼當時有一些的 從外國來的一些的雕像 一些的一些藝術的雕像 那麼他們通過一個拍攝 用手機拍攝 或者用回手機去拍一個影像視頻 然後跟著呢 通過這個技術 將它整個那個雕像 是整個模型自動生成 三為模型的生成 那麼每一個其實的雕像 有它的故事和歷史 那麼當時我要問回 當時的一些工作人員 他解釋這個歷史故事在哪裡 然後跟著呢 我可以通過這些資料 將這些資料輸入去那個的軟件裏面 那麼軟件呢 就可以通過一些記錄 繼續和這個的模型 歷史模型的雕像 可以結合在一起 然後那些學生 可以生成之後 就可以看得回那個的歷史 那個雕像 那個故事了 那個故事就是 講解形式發生的 那個可以用文字 即是直接打出來 如果講解形式 你叫做綠像 對 綠像 這個是最簡單的方法 是通過文字記錄的 OK 要輸入化 而將來的 其實可以用回軟音來輸錄 那麼如果香港現在 其實有很多本土的故事 和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 例如一些傳統節日 手藝的 口術的一些歷史 那麼你們公司 是怎樣會利用這個 Digital Twin的技術 去記錄 或者保存這些隨著時間 流逝 流失的文化元素呢 好問題 其實這個 我拿回另一個例子 和你們分解一下 好不好 你看看背景場 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香港 一個很有歷史價值的 香港唯一的古塔 已經沒有唯一古塔 那這個古塔 怎麼知道在哪裡 在元朗 天水法那裡 在平山那裡 有六百年時間 是一四八六年的時候 是完成的 OK 那當時呢 是一個家族姓鄧鄧氏家族 是建築的 那他當年呢 建築的時候是有七層的 那隨著幾百年的風雨的侵蝕 那他現在剩下三層了 OK 而整個高度呢 是有十三米 十三米高 那為什麼他要將這個的 雕樓呢 這個所謂這個 是一個古塔的起呢 當時呢 他要是 慶祝他們 一些人中了狀元 或者是一些的 節日的活動 在裡面做這些紀錄 其實每一層裡面呢 他有一些 起慶的文字做紀錄 和一些的拜神 類似一些的神像 去做一個的朝拜 那去保佑他們 將來的子孫一代 會更加成功和好運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我也很好奇 從七層 轉到三層 是嗎 其實都是一個重建的 是呀 沒錯 其實這個是經過了修復的 是呀 香港古籍辦 他在2014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修復這個 古建築了 其實建築是 當時的一個 我們在中國歷史年代來說 一個六角形的 六角形的 古建築來的 他的磚 其實是青雕瓦 相當之代表了 我們中國文化的 歷史建築 那你這個數字 其實是除了外形之外 裡面有沒有跟他做紀錄的 會的 當時這個是 香港古籍辦 它是利用了這個 三圍激光掃描儀 我們是三腳架的掃描儀 去做內部的掃描 採集數據 第二呢 它是通過這個航拍機 無人機 無人機 在空中採集數據 做拍照的 然後呢 就回去寫字 將這個 航拍的相片 和這個 激光的一個 數據兩個 自動去融合結合 揭曉了之後 然後呢 整個那個模型 就會 數字的 歷史模型 自動生成 然後呢 它們的目的是 用來做歷史數字紀錄之外 另外 它後期一些的維修 保護、保護、保育 是另一個很重要的畫 第三方面呢 它會 將這個 古塔 和公眾 做一些交流 和分享 比起年輕一代 其實這個是我們香港 一個很重要的 歷史的遺產 來的 我們講到保育的問題 我也想知道 你們利用一些 用一個映像 一個3D的模式 去做一個 好像檢測 那樣的事情 那會不會 好像一些 數據科學 或者機械學 那樣可以做到一些 預測 看看它究竟是要 兩年維修 三年維修 還是比較短的時間 可能說 下雨大雨 之後你們要去 維修 那有沒有一些 或者其他東西 我們可以檢測著 預測 是的 是的 那些好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是有的 目前來說 就是在 其實這些國家地區 已經是利用了 這個 Digital Twin 維修 技術 加上AI 而AI部分 就去預測 它定期 譬如說 半年 或者一年 它有沒有什麼 破損破壞 那它通過一些 航拍 譬如 拍到哪個地方 有個獵民 或者 有個地方 破損了 然後 然後派工場 去維修 因為太高的地方 沒有辦法去拍到 可能要通過一些 航拍機 航拍機 拍完之後 那個影像 在各個電腦 裡面 生成這樣之後 AI就會分析 究竟 這個破損 破損的程度 需不需要 去派工場 去做 檢修 可以嗎 好 明白 這個問題 其實上次我也有關注 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它是可以數字化 除了我們說 保留 恢復 有些數據 保留 復收 還有現時在這裡 會否有機會 可以預測 如果預警 因為結端天氣 都是越來越多 沒錯 建築 我們保護文化遺產 一直都在說 在結端天氣之下 沒錯 怎麼可以 我們早點知道 早點早回這些 本來這個七層 現在只剩三層 是的 這是歷史的痕跡 沒錯 也是會說回 當然我也想知道 譬如現在在數據 除了我們量度 一個空間數據 是嗎 方位的 又透過無人機 極方素描儀 素描儀 去活得之餘 其實現在都很講究 在我們復收的時候 會否用一些新材料 是嗎 都是說 希望我們現時的建築 都需要做靈探 你復收 你會否關注這件事 或者有甚麼數字 可以表達 我們又怎樣 找回之前的材料 又可能未必 是嗎 好問題 其實這真是非常專業問題 其實可以通過 這個 採取數字 據Digital Twin的生神技術 可以將原貌 重建之後 可以看到表面 屬於哪類的材料 然後再去找回一些合適的材料 不會跟它有化學衝突 會導致它這個圓的遺產 可以保留時間更長 因為有些材料 可能跟這個圓的環形式 有這個化學反應 有化學反應 到時它的保留時間更加短 對 因為始終都是用這個例子 都有六百年 對嗎 六百年前的材料和延事 肯定是有相當大的差異 對嗎 對 其實有另一個例子 就是在北角黃都戲院 現在黃都戲院做一個 重建和修復工作 這個黃都戲院 或者可以轉頭 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最近跟新世界那邊集團合作 這個戲院已經有超過六十多年時間 在1950年代 是相當之明星很大 而這個戲院後期就在1990年開始凋零 在1975年的時候 1950年經過一座大火 不知道知道嗎 後來大火之後 裡面就盆滿敗牙 最近就開始重新修復 其實你那個Digital的技術 可不可以在它燒過之後 都將它在數字上呈現 它未燒過之前的形象出來呢 你的問題是兩部份 第一部份是它未被火災 燒毀之前 當時它可能沒有做一個紀錄 它純粹是用文字圖片的形式 有些相片 如果它有做這個數字模型重建的話 它可以知道它的結構 可以重複結構 這部份就是 後來它現在用了這個技術 去將它整個骨架籠架 去重建出來 另外它如何修復 是最合適的方案 它不單止是一個 它的天台頂骨架 另外它在內部的空間 它如何修復 它有很多考慮的地方 當年它是最著名的戲院之下 裡面有兩千個座位 香港最大的戲院之下 收復之後都是這樣 都是繼續戲院和二千個座位 現在就是將它 它現在目前那個 據我所了解 是新世界集團下面 一個機構叫協成建築 幫它重新去修復 它修復的都是兩部份 一個是修復前要做一個紀錄 然後修復後要做一個紀錄 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要用技術去幫助它 是怎樣去做一個 修復的設計是最理想的 以及裡面的空間 怎樣去擺位 用什麼材料最適合 然後它整個戲院的架構 從外部到裡面 會全部數字化紀錄 這個也是可以幫助它 將一個很有價值的歷史遺產 保留下來 Winion 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自己有沒有接觸過 這些沉浸式 或者是Digital Digital Twin的經驗 我想在現在的歷史博物館裡面 我們都有一些類似的 reality capture的東西 是 無形 也好像見過 就算是在外國都有一些 木乃伊的reality capture的報應 沒錯 它們可能都是探索了那個木乃伊 然後真的看回裡面 那個屍體究竟是什麼 是什麼 是男人 女人 它都有這些 我都曾經見過這些 就不是歷史保育 但是現在知道 歷史保育方面 reality capture 都能夠做到這件事 都是非常之欣賞 非常有價值 剛才說到 木乃伊其實是有具體的個案 你說得對 其實在埃及那裡 埃及本身 埃及的博物館 叫Egyptian Grand Museum 它是利用了這個計作 將它們的千年木乃伊 通過素描 技術的影響 自動生成那個數字模擬 是的 OK 然後它都會教育 他們下一代 如何好好保護他們的肥產 你說到埃及木乃伊 我想起我們中國 是馬勇 其實我們有沒有做 類似這些事情 據你所知 據我所了解 應該是有的 應該國家的博物館 它是絕對有做的 它會利用這些先進科技 去保護這些 其實可否滲透在表面 譬如說 碧馬俑或木乃伊 也好 掃描也掃描 它的表面 它裏面的東西 你是否可以 有某種程度看到 這裏 其實要通過掃描之後 它要利用一些材料分析 其實就掃描 掃描 它是掃描整個外體實體的 但是牽涉到裏面的材質 要用精密而去分析 我記得兩年前 其實我和Danny 兩年前其實都有這個 我們有探討過這個技術 因為當時在什麼情形呢 熱情期間 其實大家真的去不了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如果延學 如果我們真的去不了 其實就算開放也去不了 因為這麼多 我們想看不同 各家地方的世界遺產 特別當然 我們是UNESCO UNESCO的世界遺產 都是全球各地這麼多 我們又如何去了解它呢 其實透過它們已經做了一些模型 學生就可以進去看 剛才Thomas說的 再細緻一點 就是說 譬如阿東王的 照片 碧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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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文化就是碧畫的構成 當時怎麼用這種 譬如中國劫 為何這個中國劫 代表了什麼呢 就是文化下低 不單是說建築物的 或者當時的古蹟建築物的外形 兩方面如何進行 我們都希望透過這個安排 就可以令到同學 可以真的走進去 那時候還沒有 好像不是很多講語宇宙 那時候還不是 但是可以令到學生 可以鐵緊一點 透過一個軟件 也可以進去看看各個層面 不過我也想借著這件事 問一下Winley 青年人你覺得 如果單是在電腦那裡 這樣去看 你覺得興趣點在哪裡 我覺得興趣點 可能可以進去 因為有時候 我們去參觀一些歷史古蹟 可能它有些位置是圍封了的 那些位置我們看不到 就是真的 那我就覺得如果可以進去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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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 是 你也能投入到 一個整個 無疑虛疑的 真是 真是 今次找到 Danny 以來是十分有趣的 這個題目可以平時分開來就知道 即是數據、科技、另一邊是講文化 現在Danny將兩件事結合起來 將一個再生動一點 再立體一點的東西呈現在我們前面 讓我們知道原來我們平時的生活裡面 其實是跟科技、文化可以無縫結合出來的 亦是看到我們想透過陳信式的方式 令到下一步他們產生更加多的創新 他們有這麼多事情想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們說的可持續發展 希望他有一個解決問題的能力 問題產生會變得要陳信 他才會覺得可以怎樣更加好些 我們都可以激發到我們青年人創新的意識 當他們越是懂得欣賞這些古代 也好現代也好文化的時候 他們更加有一個深思去保護 沒錯沒錯 我也想補充一點 回應Karen和張院長的問題 剛才提到那個是在壁畫上的 其實在UNESCO在緬甸那邊有個地方叫普金 北坎 北坎其實是四年前 UNESCO那邊已經安排了一些專業人員 去當地一些破損的一些佛教美子 那些廟字是有千多年時間的了 裡面有很多的石窟和佛的雕像 而且裡面更還有一些壁畫 每一個裡面的佛史都有壁畫 而這些壁畫裡面都有故事 其實通過這些技術 你完全不需要離開這個地區 可以看回到普金 有千年的歷史文化的故事 去到這一點 我也想告訴我們的觀眾聽眾 我們UNESCO就是 我們叫世界遺產名錄 世界遺產名錄 中國現時是57項 排名全球是第二的 而我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錄裏 中國現時是43項 排名全球第一 當然亦看到我們是一個多元文化的民族 我們亦非常尊重不同地區的多元文化 Karen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好 多謝Daniel姐 多謝Winnie 多謝Winnie 我們第一集從立法會議員 邱達金議員開了波之後 我們大家都看到我們的 綠色金融 健康 醫療健康 活長企業 今天又來到文化全城的活長企業 下一集我們就會去看綠色建築 大家要期待了 好 今天到此為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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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